娱乐圈的明星红了一波又一波 都说铁打的舞台流水的演员 对于他们的兴衰我们只是看客 而有那么一部分演员 他们有热度有名气 却选择了吸引 很多网友对他们的隐退感到可惜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明星吧 周星驰周星驰不能算是完全退出了娱乐圈 但是在影评上已经不能看到他的身影了 从台前转到幕后 周星驰以导演的身份继续存在于娱乐圈中 他的作品《长江七号》 《功夫等经久不衰》 成为众多网友怀念的经典 随着周星驰年龄的增长 他已经不再演电影了 这是很多影迷都感到遗憾的事 不过心也还在当导演 这还是让人感到庆幸的 林青霞林青霞在娱乐圈是一个神话般的存在 1992年 影片《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成就了他 他饰演的东方不败 这一角色难以被超越 1994年 他选择退出娱乐圈 嫁入豪门 相夫叫子 做一个普通女人 对此 很多网友表示很可惜 但还是选择祝福 王祖贤明明可以靠颜值 却偏要靠才华 这句话用来形容王祖贤再合适不过了 在演艺圈中 王祖贤拒绝当花瓶 出道之后靠的都是自己的演技 在电影《千女幽魂》之后 王祖贤就慢慢淡出了娱乐圈 如今虽然有消息称王祖贤可能付出 但也掀不起什么热度了 黎子黎子在她的演艺生涯中 饰演过很多精神角色 比如周芷若 小结巴的 都很让人印象深刻 可惜的是 黎子已经退出演艺圈很长时间了 对于她塑造的角色 我们还可以重温 而对于她 我们只能怀念了 李亚鹏李亚鹏在最好的年华 遇到了王菲 有了女儿之后 便选择退出娱乐圈 将自己的经历从娱乐圈 转到妻女身上 同时也开始惊上 并且为女儿成立了一个奄然基金 智力慈善 笑傲江湖中那个奶油小生 早已不复当年了 这些离开了荧幕的明星 你最怀念谁呢 作者简介 我是春桃啊 只分享故事 欢迎大家与我讨论 比人浅见 信物见怪 尊重原创